日前 艺人丁子朗 庄思明以及应届港姐冠军陈小华 就为TVB直播的香港世界杯场地单车赛出席记者会 问及他们是否有踩单车的运动时 庄思明就笑问健身单车算不算 原来他技术不精 曾经试过跟同学踩单车时 在下坡路段不慎失衡险些冲下山 可以说是惊险一幕 不过幸好当年的事故只是皮外伤 擦伤少少 但是却似乎给他留下了阴影 而在会上庄思明就透露自己 曾经在外地试过租车自驾游 毕竟自己开车还是方便不少 不过那次在韩国自驾游 却险些被驱钱 他回忆起当时事件说 那次我停车时 刚刚擦过前面一架载货机车 见对方原先没事 但当我一出生知我是外地人 他就办这里痛那里痛 说要我赔一百万韩元约七 零零零港元 我说没钱 最后我都打给租车的保险公司跟报警 警察来到都叫我不用给 因为是骗人的 那其实我都没有一百万韩元给他了 所以就给警察处理 说到庄思明 1987年生的他在入行前 曾经是模特出身 后来在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系毕业 有心网娱乐圈发展的他 在2010年的时候便参加了香港小姐的竞选 最后更状态大勇 成功赢得了港姐继军的宝座 同届港姐冠亚军则分别是陈婷欣 张秀文 跟大多数港姐一样 庄思明在选美结束后便进入到TVB 开始发展其演绎道路 期间 他曾拍摄过多部的电视剧集 譬如你们我们他们 潮流教主 幕后玩家 夸世代 跳跃生命线 是干的 法官阁下 爱 回家等 而庄思明跟TVB的上尉小生杨明 可以说是圈中的模范情侣 两人不仅是台前或是幕后 均以甜蜜形象是人 相信有追台庆剧是干的 法官阁下的观众朋友都知道 在剧中惊喜的一幕 就是杨明为了他而客串 饰演其暧昧对象 对此 庄思明就笑说 都不是第一次 好多年前拍爱 回家都有 不过就没什么一起的敞口 今次真是监制特意为这部剧响的彩蛋来的 不管怎样 如今庄思明的戏份也都越来越吃虫 据悉 在接下来的新剧《丫鬟大联盟》 福尔摩斯乃 街坊才爷 黄金有最终 庄思明军有份演出 不知道到时他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演出呢 大家不妨一起拭目以待 由黄志贤 观礼节 王军兴主演的台庆剧《是干的》 法官阁下在今午的TVB Power 气势最强好戏连场发布会播放的预告片 其中一段女女吻戏马 立马吸引住大家的注意 王军兴透露 在剧中他和黄志贤结婚半年 婚姻出现了问题 当时演的是 他心情很不好 和好友庄思明喝酒后 就发生女女吻 我演的角色个性很任性 他还特别强调 拍摄当下并没有借位 直接就亲上去了 记者问他觉得庄思明的嘴亲起来口感如何 王军兴立即竖起大拇指比赞 杨明选得好 很正啊 在拍这重口味戏马 王军兴称并没提前和老公报备 毕竟这只是工作 况且对方是女生 如果是有床戏的话就要说了 据悉 王军兴和黄志贤在世干的 法官阁下里结婚不到半年 婚姻就出现了问题 夫妻俩甚至还闹上法庭 王军兴还控告黄志贤非礼 而在他们俩闹婚变的同时 关里结出现在王军兴身边 一直守护着他 让三人陷入三角恋 此外 剑桥法律系毕业的卖名师在剧中将汉良列为 黄子恒 王子轩 黎振业饰演律师界新人 竞肃律师菜鸟努力上游的故事 庄思明于2月15日生日 他于将军澳电视城出席2月星辰活动时 表示生日当日刚巧是年30晚 问到如何庆祝 他说 乌契人在马来西亚 同我同一日生日的资生家姐庄思华那日就返去 因为我开警局 年30晚的我同庄思明吃餐饭 年初一同他一起返 我初四就返香港 庄思明又表示生日愿望是希望家人身体健康 而他自己就可以参与不同种类的聚集和角色 又只首次拍古装剧《丫环大联盟》 今年开头已不错 问到身在菲律宾拍摄TVB新剧兄弟的男友杨明 会否感急回港与他庆祝 庄思明说 赶得急他在13号返来香港他准备了同你庆祝一定没有了 他13号才回来哪赶得急14号情人节出面的餐厅一定爆晒 以他性格一定不会定定四他开工都没有时间想这些事我年年生日都好不抵 因为一份礼物解决了两个节日想收什么礼物没有特别想费事他没有时间买而令我失望 我不期望什么东西他回来有时间同我吃餐饭已经好好 至于会否想生日收到惊喜 庄思明说我觉得没有想快点结婚没有想到几时但大家想着努力做多点自己想做的话出道前就可以结婚差几多我比较遥远些他就可能近些他多事做讲到杨明会否在他生日当天向他求婚庄思明说不会我太了解他因为他平时制造惊喜会有点露线的感觉 但现在完全是零求婚才不会露线我身边人都应该收到疯他不知我戴戒指几多号size他完全没有问所以我知他不会有志者是进程相信杨明很快就能和Lisa过一个真正的白色情人节杨明到新加坡出席bigbigchannel启动仪式提到白色情人节将至会如何和女友装色 他直言其实好想同他真的过一个白色的情人节我刚刚拍完兄弟但他就有两套戏他走不开希望跟他吃餐饭啦希望他有时间同我吃餐饭啦两个人开开心心的过杨明强调希望之后的情人节都可以和女友过一个真正的白色情人节问道会否为女友制造惊喜 杨明表示未想到但因为女友实在太忙相信能和女友吃饭已经是一件很惊喜的事 笑颜惊喜就等再重要些的时间才给他啦 另外问道有否趁到新加坡工作到处游览一下杨明表示他一到步就要准备出席活动 希望活动后能有时间去吃饭或能再离开前品尝当地特色美食 庄思明与陈思汗无限艺人庄思明Lisa 2011年开始与歌手陈慧玲的弟弟陈思汗Victor拍拖 其间明汗曾被拍到在中环吵架 之后Victor还拦理庄思明搂着其他女友人的腰 两人也经常有传分手 又离又何 早前明汗被拍到去韩国旅行 过了一段时间却又在传分手 不过这次庄思明真的斩情思 汗陈思汗分手 据悉 庄思明已经迎来新恋情 正与无限力捧小声扬名热恋中 庄思明个人资料 庄思明个人资料 庄思明1987年2月15日出生于香港的演员 模特 2010年香港小姐竞选季军 明辉发展中国光大控股前身创办人及前主席 庄宝的三女儿 也是庄思明的妹妹和庄思华的孪生妹妹 她和姐姐庄思华 报名加入了交洋电影公司 有限宽带集团成员 成为双子神偷演员之一 卖名师或TVB力捧在世干的 法官阁下中演律师 开证他葛办 相信今次有较佳表现 TVB的律证据不乏经典作 世干的 法官阁下走轻松路线有可观性 监制陈耀全左二 跟王军兴又二 官李杰左翼及黄志贤又一日前往律师行参观感受氛围 车完弯产后复出 第一个工作是在新剧饰演法官角色 监制陈耀全接受媒体访问 是干的 法官阁下演员郑荣全曝光 她透露剧集主要分两主线 其一是黄志贤 官李杰两名大律师 王军兴是新闻女主播 三人之间有复杂关系 另一主线是一般新扎律师 包括卖名师 黄子恒 魏曲浩 梁烈维与王子轩等 他们是新排仔 成为律师是否如外界想象的风光 遇到困难与惨况也会披露 王军兴坐证女一车晚晚 演法官编审做了很多时间资料搜集 剧中律师们会处理不同个案 案件会根据真实个案改编 由于法庭戏占重要部分 单演法官也有多名演员 陈耀全说 无理由所有案件也是同一名法官处理 我们会聚不同案件选何式演员 车晚晚已答应参演 他演的法官会重戏份 我们做资料搜集 其实律师与法官之间的互动很多有趣的地方 车晚晚今年3月做妈咪 生了大货返 产后首付出工作 陈耀全称初始也担心晚晚不答应 想不到他爽快应成 王军兴的朋友在大律师行工作 日前他跟黄志贤 官李杰等在朋友带路下网参观 感受大律师行的氛围 他们也会到法庭上 请不及分别人 请不及分别人 跟各位看 我们现在的婚姻 会有没有不及分别人